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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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上面有放三个贝壳 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 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那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喜欢或感觉 第一个感觉你就可以选 或者你可以选数字 一二三 或者你要选贝壳 你看起来觉得喜欢的 你就可以选 那你可以自己做个深呼吸 凭着自己的直觉 第一个直觉是最准确的 那这个占谱呢是大众占谱 所以也是汇集了非常多人的能量在里面 那你可以截取你所需要的 或者是你对应到的 讯息来听就可以了 当你觉得不是你的讯息的时候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关掉视频 或者你就可以采取 你觉得是对应到你的讯息 就可以了 哈喽 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 选择这个贝壳的 我现在来帮你解牌 就是你现在的能量状态 我看到的牌面是 你可能在过去的时间中 你可能有 嗯 许了一个愿望 或者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你在心里有 就是有许这个愿 或者有这个期待 那上天已经 听到了你的这个愿望 那你这个愿望 也快要实现了 那接下来我看到 这牌有所谓的儿童 好 那他的字意上面是讲说 你与孩子的连结 是你人生使命的一部分 那这边我感受到的能量是 如果你是有孩子的 是真的有孩子的 或者是你有 嗯 所谓的宠物的 那他们对你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你人生使命 要去做的 服务性质的一部分 就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 那如果说你没有孩子的话呢 就是有可能是 嗯 未婚嘛 或者是就是还没有 没有小孩的话 那他这边我感受到的一个能量 像是你也要去注意到 你自己的内在孩童的一些想法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埋在你心里面 比较内心的感受 你可能没有在平常的时候释放 或表现出来 那你要找个时间 跟你自己的内在小孩 稍微的对话一下 那我觉得这会对你比较好 再来是你近期的能量状态 我看到的是这个 你可能的个性 或者是有一个内在的你 你是非常是有power的 但是因为你可能会用 你的过去的经验值 或者因为你是一个很理性 很思绪很明确的人 但是你会用你的过去的一些经验值 或者是一些人生经验 去判断你现在目前的答案 那我看到的是这样 那这边因为有出现了保健 那这边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包括对应到这张彩虹牌 他是说我让观念在潜意中 潜意识中成长 我让新观念在潜意识中成长 就是对应到了这张保健国王 就是有时候建议你就是 你可能习惯性 就是你会用过去所 你的人生经验 或者一些职场经验 你会去 因为你是个理性的人 思绪也很清晰的人 你会去判断现在所发生的结果 或者所谓的情境 那这边就是所谓的宇宙 他告诉你就是说 你不妨要让你一些新的观念 在你的潜意中成长跟长大 或许你要改变一下你过去 可能你觉得 我之前看到这个事情 我的反应是 因为过去的经验值 我反应会是这样子的行为 你懂我的意思 但是现在他宇宙这边 建议你是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 跟另外一个面向去思考 这个问题的发生 跟这个问题有可能呈现的结果性 那还有在你在说出来话 或做一个结果的时候呢 稍微的圆融一点 那可能对你来讲 也会不错的 那我目前看到你的能量状况 是没有太大的 什么所谓不好的 的能量 只是说这边有提醒你的一些能量出现 比如说你说话的技巧 还有就是你要有一些新的观念 让这个新的观念 在你的潜意识中滋长 然后还有你看事情的方向 跟角度稍微的转一下 那这边也祝福你咯 那你的目前的状态是 你的期望跟你的愿望即将 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实现 那你多多去关心你自己的内在小孩 那今天的解排 第一组的解排就到这里咯 拜拜 哈喽 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 就是这颗贝壳 现在来为你们解排 那你们现在我看到的 能量状态是 你是充满力量的 然后你在做任何的事情 跟决定的时候 你都是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为什么你要下这个决定 或者是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都是 你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跟力量的人 而且你都带着爱为基础 跟你过去有爱的经验 来做你现在所有的事情 那在这个你的牌面上 我看到你的能量状态是 你是一个非常有爱 充满爱跟力量的人 还有就是你非常的善于沟通 对你非常的善于沟通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 比如说在跟你不一样个性的人 或跟你不同部门的 的工作职场上 你可以就是沟通的非常的 刚刚好恰到好处 你的沟通能力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边我有看到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能量的状态就是 你可能过去有一些事情 或者是连接着可能跟未来 会有一些关系的一个事情 或一个决定 那这个事情 这可能就是只有你自己去对耗一下 那他这边我看到的能量的建议牌是 你可以先等待 你现在先等待 然后会建议你旅行跟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你现在是比较适合是沉淀 即使是你有爱有力量 跟你的沟通能力非常的好 那还有你也是有天使披护的人 你非常的幸运 然后我看到你的能量状态 他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 只是说宇宙他希望你可以先停下脚步 休息一下 沉淀一下 那沉淀一下可能有关于到你过去的一些经验 不论在工作或情感或是家人 可能有一个部分 你可能他会建议你先放松 先去旅行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你不太 我们可能现在不太适合出国 但其实他这边 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 他是蛮希望你是可以到 就是跨国的 但是因为现在有疫情的关系的话 我会觉得你可以先沉淀 停下脚步 稍微做一个小旅行 对那小旅行也不一定你要去很远的地方 你有可能选择一个你舒服的环境 我觉得那有时候在心灵里面也是一个小旅行 那我在这边看到你的能量跟状态 其实大致上来讲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非常的有爱 这个我看来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觉得你的能力也非常的好 那 那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一些 需要很留意的地方 只是他希望 就是宇宙希望你可以 所以如果你在处理某一些事情的话 他希望你等待一下 然后去放松旅行 这个就是你目前宇宙给你的答案 那也祝福你 那在这里就是 这一组贝壳的解牌咯 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一些指引 那如果你们觉得喜欢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 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再听更多其他的指引或留言 就是指引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 拜拜 哈啰 抽到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现在的能量状态是如何呢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牌面 这些是刚刚你选择的牌 那我这边简单的为你解牌一下 那这边我看到你 我感受一下 我目前看到你的能量状态 目前的话会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想要去选择 或想要去决定 但是目前我看到你的能量状态是 宇宙给我这边的讯息是 你要做一下研究 你可能对于比如说 你要决定的这个事情 你要做深入的研究 目前我看到的是 宇宙给我的讯息是 你可能听很多 或者是看的资讯很多 但是主要是你对这个 你所要下决定的这个东西 你不清楚哦 对我目前看到的是 你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目前看到的 能量状态是这样子 你有个东西可能想要去下决定 但是你可能也听了很多 看了很多 可能朋友或者身边的人 也给你很多的意见 可是你宇宙这边给你的讯息 是你的能量状态是不清楚的 所以他希望你多做一点 为你这个事情 要下决定的这个事情 多做一点研究 然后还有就是看清楚一点 然后你无法决定的时候 或者你很茫然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建议你去大自然走一走 然后还有他这边是 宇宙告诉你 大地供应我们财富与丰富 请你不要担心 或许你最近会有一些 不够接地气 或者你有一些 钱财经济上的问题 或者一些原生家庭 我这边看到会有一点点 原生家庭的问题 那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大地跟大自然会支持着你 但是他这边建议你的能量状态 他看到 我看到的是 就是你有点迷茫 不清楚 然后还有就是你表面上看到的东西 它是可能是一个 懵懵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你的真相 真相你并不了解 讲快一点 就是你需要 你要对你目前自己 这些时间你需要做决定的事情 你要做一点研究 找一些专业的人研究清楚 看清楚 然后还有 不要只是看表面上给你的一些讯息 或者是数字 你要自己去看后面的东西 好 我这边有看到有一些东西是不够明确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自己的状态要稍微的留心 好 但是也不用太紧张 好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研究 多做一些研究 把这个你要决定的事情再思考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大地跟宇宙这边是支持你的 然后你花一点时间到户外 让你恢复精神 那我目前看到的是这样 以提供给你做一些参考 对 那如果你觉得是你的讯息 你就可以参考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以不用去强迫吸收 没有关系 那今天就帮你们解排到这里了 谢谢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解排的话 你欢迎订阅我 那我会不定时的 会再为大家做一些占谱 那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样的题目 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谢谢你们 拜拜